纳因1967年10月27号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华语流行女歌手 清朝叶和纳拉市后裔 是叶和纳拉晋芬家的后代 1961年末代皇帝溥仪在七叔再涛家中 中作者左起 韵贤 韵尹 溥仪 再涛 再涛夫人 印和 后历者左起 金玉婷 溥仁 纳洪生 纳因的父亲 这不是一张普通的钱家福 他记录着一个社会旧形态的彻底大祟 一个国家新形态的涅槃重生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 在东方大地上 辉黄显赫了276年的封建皇族 最终在这张照片上留下了 鲑鱼平凡的质朴微笑 那因父亲叫纳洪生 男1939年9月 沈阳人 满族 叶和纳拉市 大清朝有好几个皇室贵族 其中直接属于皇室的 只有爱新觉罗市 叶和纳拉市 基于算是皇亲国戚 比如慈禧太后 就是叶和纳拉市 分为了两个姓氏 叶和纳拉 叶和化简为叶 纳拉化简为那 纳因就是这么来的 清朝结束后 皇室基本在辽宁拧居 屡一屡 纳因跟慈禧太后的关系 纳因是叶和纳拉晋芬家的后代 叶和纳拉晋芬是光绪帝的老婆 光绪帝的母亲 又是慈禧太后的姐妹 应该有不少人 都对这关系开始凌乱了 纳因任中国好声音 节目评委 纳因曾在一档颁奖评选中 评价刀狼的歌曲 都是农民工才喜欢 而饱受热议 年纳拉晋芬家的歌曲 年纳拉晋芬家的歌曲 年纳拉晋芬家的歌曲